如果您相信这五个骨壳谣言就会花很多的愿望钱 大家好,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药能削骨刺 不要相信,骨刺呢,我们又称为骨子增生 是骨骼呢,正常退化、退变的一个过程 如果药物能把骨刺都削掉的话 那么其实您正常的骨骼也会被融化掉 那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千万别信 第二个呢,是经腰椎的生理驱动变质 我用手法就可以给您复位回来,重属忽悠 千万别信 我们可以通过矫正不良的姿势 坐姿、站姿以及生活习惯 以及加强我们腰背部的肌肉的平衡 得到一定的恢复,或者延缓它的进展 但完全给它矫正回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不太现实 第三个呢,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我们通过手法证固呢,就给它按回去 说呢,按回去的人呢,其实呢 它是不太懂椎间盘的局部的解剖的 椎间盘呢,是随和突出到椎管内部 压迫神经羹所造成的 根本就不是按着,除非呢 骨折了,也不一定能把它按回去 第四个呢,是您拍片子的时候呢 有腰突 这个病很严重,不容易好 把大家吓得够呛 其实呢,轻度的腰突 如果没有压迫刺激到神经羹 没有典型的下肢的症状,甚至没有症状 那大家呢,其实可以不必那么过分的担心 甚至不用去过多的处理 平时呢,多注意保养就可以了 只要出现了腰椎间盘突出症 多一个字,这个症 那么就是说 我们的突出 还出现了下肢的疼痛 腰痛 放射性的疼痛 等等的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呢,才需要系统的进行治疗 看病的核心呢,要看症状 而不是看片子 第五呢 是腰椎间盘突出 吃了我这个药能好 第五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呢 吃了我这个药能够好 其实呢,没有绝对性的治愈的药物 大部分呢,是通过保暑的治疗 从而缓解症状 所以说能完全治好的 我们应该谨慎对待 以上五点,您相信几个 我是马学红医生 关注我,健康少走弯路